我们在上一讲呢 给大家已经把这个贴线的现金流量评价的三个指标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我们接着来给大家介绍是辅助的评价指标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回收期 对于回收期这个指标呢 考试的时候只要不特指 让你计算回收期都只是静态或者说非折线的 你不需要考虑时间价值的 他如果想让你算考虑时间价值回收期 他会说折线回收期或者说动态回收期这样说 对吧 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回收期 其实回收期我们可以顾名思义 就是说收回投资所需要的期限 就是回收期 那么用什么来收回投资呢 那大家看我们这个项目出手 我们要投资是吧 那么我们投资的目的是 希望他未来给我带来现金流入的 给我带来回报是不是 所以我们谈到回收期呢 就是要看一下投资能够引起的 我们的现金流入 累计到和原始投资相等那个时间 或者说用投资引起的现金流入 收回我们这个投资所需要的时间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称为是回收期 回收期的单位是年 我们再用年来表示 那么怎么来计算这个回收期呢 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情况 如果要是原始投资是一次支出 每年的流量相等 或者更严谨一点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现金流量 是符合这样一种特性 就是说他在零时点 原始投资一次支出 然后呢 没有建设期 就从第一年开始就有现金的回报了 是这样 而且他每年的流量呢 要符合普通年金 从第一期末就要开始有流量 一直到第N期符合普通年金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回收期就非常简单 就拿原始投资额 比上每年的那个现金流入量就可以了 这是谈第一种 就非常简单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是不满足这样的条件 那么可能就要麻烦一点 那我们先看简单的 我们书上这个例子 就是C方案 我们例5到1的C方案 因为他的投资额是零时点 一次投的 然后呢 每一年的流量都是等额4600 所以让我求回收期呢 那就是把原始投资额12000 比上一个每年等额的流量4600 一除就是我们的回收期了 那么如果要是新鲜流量 每年不等 或者说我的投资额是分几年投入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累计流量法 也就是不能去简单去除它了 那我们要累计流量法 就是要找到累计收回原始投资的那个年限 我们可以先设一个代码 比如说设M是收回原始投资的前一年 等于说在这个M10点呢 它还没有收回投资 但是下一年就可以收回了 所以我把M设备是收回原始投资的前一年 那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收期呢 就可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加上一个 分子是DM年的上位回收额 分母是除以DM加一年的现金净流量 这个我们可以 就是说你其实 大家觉得又要背一个公式 其实你不用背它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一项投资 假如说我零时点 我需要投资这个 随便说一个 我要投资2000万 然后预计呢 我们未来假如说我们有建设期 是吧 然后从这个 我们上所谓建设期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新建一个项目 远郊区线去新建一个项目 你可能要先平整土地 建设厂房 购置安装调试设备 这是在建设的一项目 对吧 还没有投资 我们把它称为建设期 那么建设期的话 可能通常主要是流出 没有流入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假设我们说 第一年建好以后 从第二年开始 我们有回报了 是吧 假设我告诉你 我的这个回报 第一年 比如说可以有500万的回报 是吧 就是投赏后第一年 比如说第二年末 那么第三年末 假设我随便说一个 我们有600万的回报 然后第四年末 比如说700 比如说第五年末 我们比如说800 然后到第六年末 我们又就小了 慢慢的比如说再下降 比如说又到600 比如这样 那么大家看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现金流 如果我想要你算 投资回收期 怎么来求呢 通常呢 我们要算一个累计的现金流量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累计 去收回这原案投资 对吧 那我们像流量呢 我们其实画图啊 我是往下表流出 往上表流入 但如果你要填表的话 那这个2000万的投资 就是负的2000了 对吧 所以我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填表的话 就是负的了 那我们来看我的累计的 累计的这个 净现金流量 那么零时点 它就是负的2000 对吧 然后第一呢 年末它没有什么回报的话 还是负的2000累计的 但到第二年末 我收回500 所以它就累计变成 负的1500了 对吧 第三年末又收回600 那就是负的900了 到第四年末又收回700 就负的200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到第五年末 我是不是就可以收回来了 而且还累计的流量为正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以肯定 我的回收期就是 4点几年 因为到第五年就收回了 而且收的比较多 但第四年还没有收回 所以其实你就考试 一看这个啊 我就明白了 我的回收期啊 它一定是4点几年 是吧 那我们既然这个回收期 是4点几年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 我的回收期就应该等于4 再加上一个呢 第四年末的上位回收额 其实你看这个累计为负 就说明还没收回投资 对吧 投资是负的嘛 累计为负说明还没有收回 所以第四年末的上位回收额 也就是我们的200 然后要注意 这200 它占你下一年的现金流入量的比重 对吧 除以我们第五年的现金 净流入量的比重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得到我的回收期 就等于4点25年了 所以其实你理解了以后就很简单 它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算一个累计流量 如果累计为负 没有收回来 累计为正 比如像我这要提 到第五年就是累计就正的600了 是吧 第六年就更加正了 所以我可以肯定我的回收期 是4点几年 那既然是4点几年 那就是4 加上一个第四年的上位回收额 然后一定要注意是除的是 下一年的净流量 你是要看这个上位回收额 占你下一年金流量的比重 对吧 就是我们认为它流量是陆续发生嘛 就几点几年这样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书上这个B方案 你看我们B方案的现金流量 前面已经是给我的了 是吧 零时点是负着9000 然后我们第一年1200 第二年6000 第三年6000 然后一样道理为了算回收期呢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就自己加一行 算一下累计的现金净流量 那像我们这要提零时点是负着9000 一呢是负着7800 二是负1800 第三年就为正了 所以我一看这个就明白 我的回收期一定是2点几年 那既然是2点几年 那就应该是用2 加上一个呢 你看第二年的上位回收额是多少 是这个 是负的 什么还没有收回来 所以就是1800 就是上位回收额 看它占我下一年的现金流量的这个比重 所以要除以6000 可不能除去除4200去啊 它除的是下一年的现金净流量的比重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我的回收期呢 是2.3年 另外我们想给大家扩展一下 就是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怎么样快怎么来 就如果我们发现它的现金流 它确实是不符合我们前面讲第一种那个投资是一次发生 然后每年的流量符合普通年金 我们才可以拿原始投资除以每年的那个等额流量 对吧 但是如果我发现呢 我们这个现金流量啊 它投产后 大家看我强调一定是前若干年 投产后前若干年的现金净流量是相等的 就每年流量相等 而且这个相等流量之和是大于等于原始投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回收期的计算 我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 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原始投资去除以每年等额的现金流 但这个呢是一个不包括建设期的 因为它就是把投资额除以等额的流量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建设期的话呢 怎么办 因为我们求回收期 在我们做快考试回收期 我们只是要考虑建设期的 所以它就要把你顺外那个不包括建设期的回收期 给我加上一个建设期 那么看起来好像又多了一个公式哈 但其实还是我们看懂以后 我们就来看怎么做题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我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投资方案假方案 它的初始投资呢需要投一千万哈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一年是建设 从第二年开始有回报 然后我告诉你第二第三第四 每一年的流量 比如说我告诉你都是四百 每一年都是可以收回四百 但是到了后面的两年 第五年和第六年就比较少了 比如说每一年就第五年 比如只有三百了 到第六年就更少了 就只有一百了 就是这样 这是假方案 然后呢我再给你一个方案 我给你一个乙方案 这乙方案呢它的这个投资呢 比如说我告诉你也是 初始需要投一千 对吧 然后呢它也是有第一年是建设期 没有回报的 从第二第三第四开始有 然后我也给你这个等额的 我就会让你比较 假设我们第二第三第四 每年都可以得到是三百 三百万等额的这个回报 是吧 然后到第五年呢 它就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第五年我可以得到 就是三百哈 比如说我们多一点五百 第六年比如说也是五百吧 比如这样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两个方案 如果让你求投资回收期 假设我想简单一点 谁能还半年累计半天 对吧 我就看一下假方案 你注意一下我们 必须是什么样满足 应该说同时满足两条 第一条必须投产后 潜若干年相等 一定是投产之后的潜若干年 你像我们 第一年建设期 从第一年年末开始投产 投产后潜若干年的 那我们假方案 前三年是相等的 都是四百 一方案也都是 第一条满足了 投产后潜若干年的 新鲜若干年相等 但是还有一条 相等的流量之和 必须要大于等于原始投资 所以它是且的关系 就是说两个条件 必须同时满足 相等流量之和 那你看我们这个前三年的流量 就是假方案 三分四 一千二百要比一千是大 所以满足了假条件 但是乙呢 三个三百九百比一千是小的 所以乙就没有满足 所以甲可以用简化的方法 但是乙不行 普通人可能会说 老师你看他这个乙方案 后面两年是相等 都是五百 我可不可以用呢 我们说这个不行的 为什么 它是之后才相等 那个不行 对吧 所以一定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投产后潜若干年相等 第二个就是相等的流量之和 必须大于等于原始投资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说乙方案就不能简化了 你只能是用累计流量法 你去一年年去给我累计去 是吧 然后去用我们刚才谈的那个 就是那个方法来做 但是像我们的假方案可以啊 假方案满足这个简化条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对于假方案的 这个回收期的计算哈 这个回收期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直接拿这个投资额 比如一千除以四百 大家看是不是是2.5啊 但这2.5它没有考虑建设期 所以如果存在建设期的情况下 其实你这个用一千比上四百 它是一个不包括啊 可以说是一个不包括建设期的回收期 那不包括建设期的回收期 那像我们这要提就是 一千比上四百 那我一看2.5年 但是很明显你要从那图上2.5 是不可能收回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 就要我们要求的回收期啊 得包含这个建设期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 你得到这个简化的2.5年 是吧 你再给我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建设期一年 得到3.5 所以这个扩展就是说 有的时候考试我想快速解决 然后我发现投产后前若干年是相等的 而且相等的流量之和 大于等原始投资 我就可以直接除的 也是可以直接除的 对吧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有建设期 得记住把建设期加上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 其实我们说这个 就是我们谈的这个第二个方法 流量不等啊 原始投资分年投入等等这种 这个是具有通用性的 就哪怕你说老师 我不想背那么多公式 我所有都用这种累积流量法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就是流量会慢一点 是吧 你就要分别算累积流量 看一下呢 哪一年是由负变证 那么那个年是M 是不是 然后下一年就是 这两个中间的加的我的回收期 那么就是M加上 第M年的上位回收 我比上 我们下一年的现金净流量 这个通用公式是 不管是什么条件都可以用 是吧 所以这个公式 其实我们第二种 讲是通用的 是吧 就是通用的公式 就是谈的有关 这个回收期的计算啊 大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回收期 这个指标的优缺点 是吧 对于回收期 这个指标呢 它计算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不测值的情况 到底算都是 不考虑时间价值的 而且容易被人们理解 因为我们都希望 回收期越快越好 是吧 越短越好 它可以大体上衡量 项目的流动性和风险性 回收期短 跟风险小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它有什么不足啊 首先它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它没有考虑回收期满以后的限定流量 所以它是不能衡量盈利性 就好比比如说 我有两个方案 假方案 它的初始投资 比如说100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流量 比如说未来三年 我告诉你 每年都是50 是吧 每年它都是50 这是假方案 然后呢 你方案呢 我的投资也是100 然后它的现金流量呢 我告诉你 前两年都是50 是吧 然后 到了第三年呢 我比较多 我是80 但是回收期这个指标啊 它是只考虑回收期满以前的流量 对吧 因为你看我这个假和乙 你别管是问假方案 还是问乙方案 回收期 我们都是几年啊 都是两年 都是两年收回的100万 对不对 但是 你很明显 应该乙方案更好啊 但是 回收期得不到乙方案更好的节目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缺点 它只考虑 回收期满以前的流量 我只考虑回收期满以前的流量 对于回收期满以后流量 你就再高再低 我都不理你了 对吧 所以它只能衡量流动性 就几年收回 这个投资 不能衡量盈利性 你没有考虑全部的流量 有一些项目呢 它可能 是那种后期回报很多的 那就可能 有的时候反而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 对吧 所以这是回收期它的这个布局 那你看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回收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那么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呢 原本就提出来 考虑时间价值 就是折线回收期 或者动态回收期 那这个折线回收期呢 就是要考虑时间价值情况下 我要找到 这个用现金流入 收回原始投资 所需要的时间 那它计算公式啊 就特别像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通用公式 只不过呢 你看我要强调是限值 就是说 也是用这个M 加上一个 DM年的上位回收额 但指的是回收额的限值 分母呢 是除以DM加一年的 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所以公式很像 对吧 就是这个通用公式 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们以书上的必方案为例 那么大家看一下 如果要是考试 要求你求 折线回收期 那么我们需要 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是要把这个 净现金流量啊 先给它 责为限值 就是分别把它 净现金流量 呈上一个我们的 这个 复利限值系数 是吧 比如说第一行的10点 我用T来表示 然后我们 折线系数相应就是P-F 是吧 利率像我们这要提 是利率10% 期数就是那个T 对吧 比如第一年末的 你就要成17的 复利限值系数 二年末是两期的 三年生期的 然后我们呢 就把这个 净现金流量 乘上一个 折线系数 得到我的 净现金流量的限值 对吧 就是1乘以2 就可以得到 我的净现金流量的限值 那么我们 有了限值以后 怎么办呢 你再算一下 累计的净现金流量限值 对吧 所以实际上 这个折线回收期 要比非折线的 这个特点在于 就是我算一下 各年的净现金流量限值 然后我再去累加 累加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也是 第二年末的 累计的 净现金流量限值 是负的 而第三年为正 那既然是这样 我可以肯定是 二点几年 那既然是二点几年 就应该是二 加上一个 第二年末的 上位回收额 这个2950.68 分母呢 要除 一定要注意除啊 除以下一年的 净现金流量限值 你可不能去除 累计的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 是要看你这个 上位回收 是在你下一年的 净现金流量限值 所以除的是 450.78 是吧 这是谈的 折线回收期 对于折线回收期呢 实际上 我们书上它 没有特别专门 去说它优缺点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 折线回收期的优点 是考虑了时间价值 对不对 但是呢 折线回收期同样 比如说像我们这条例题 它只不过是只有三年 假设我告诉你 我后面还有第四年啊 还有第五年 我们在计算 折线回收期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上位回收 我负的2950.68 除以第三年的 折线的流量限 对于第四年是多少 第五年多少 它是不考虑的 对吧 所以其实 折线回收期 它仍然是没有考虑 回收期满以后的流量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个多选题 他们这个方法缺点有 A说是忽视的时间价值 我们其实考虑了哈 然后B呢 说忽视的折旧 对现金流的影响 这个也没有 因为我们是以现金流 为基础 所以这个不对的哈 C说是没有考虑 回收期以后的现金流量 那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D就是说 促使放弃 有战略意义的 长期投资项目 因为很多 这些长期投资项目 它通常都是 前期可能回报比较少 但是在将来 它会带来比较多的回报 那么由于你不考虑 回收期满以后的流量 就会放弃一些战略意义的长期投资项目 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 是不是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辅助的指标 就是会计报酬率 那这一看名称 大家就知道 它以会计的收入成本观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 所以它是利用快报的数据来算的 分子年平均的净利润 分母是除以原始投资额 是吧 因为我们可能遇到这个项目 各年的流量 就近净利润可能不同 所以我就把若干年的这个净利润 给它加起来 然后除以N 这个分子的年平均净利润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因为到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说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理解 刚才也举了这样的例子 就经常会考试后碰到 这个项目啊 它有一个建设期 是吧 就前若干年 我们是要建设它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这时候是没有现金流入的 没有金融流入的 但是建设好以后 我们后面就进入了生产经营期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个 有建设期的时候 那么分子的年平均净利润 怎么来确定呢 那当然就是用我们的各年的 这个净利润 而且我们一般都主要是经营净利润的 各年的净利润 要把它加起来 是吧 然后除上一个什么呢 你的经营期 除以你的经营期 或者说你的营业期 就是不考虑那个建设期的 这个这个 然后分母 原始投资 这个原始投资呢 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进一步强调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先给大家总结在这里 我们投资方案 需要投资哪些钱呢 首先我得有钱买设备 对吧 如果这个生产需要有些专利啊 专有技术等等 我还有可能要购买一些 比如说无形资产等等 比如说我们会有长期资产投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原始投资 没问题 我要考虑长期资产的投资 也就是我们前面谈的资本支出 是不是 我得考虑资本支出啊 这个资本支出是 一定是我们的 原始投资的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投资不仅包括资本支出 还包括电支的营运资本 是不是 营运资本的投资 所以还要别忘了就是我们的 我们需要这个营运资本的投入 是吧 需要电支的这个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的增加 是不是 好 营运资本这个投资 所以这个投资额既要包括长期资产投资 也要包括我们的流动资产投资 所以这块呢 实际上是要给大家先强调一下 当然我们说的例题比较简单 那么它的这个 比如说像A项目的这个初始 它这个负的2万 它实际上就是投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每年的净收益呢 这块已经给我了 1800还有3240 对吧 那我们计算这个会计报告率的时候呢 比如对于A方案来说 就要把1800加上3240除以2 然后分母除以原始投资 对吧 同理B方案也是这样 B方案要把各年的 它的这个净收益 不过B方案它净收益是负的 负的这个1800 还有加上3000 还有加上3000加起来 然后我们除以3 然后除以C方案也是这样 是不是呢 就是各年的收益合计 就是然后除以N 算数平均数 对不对 而这个N呢 是我们的生产经营期 碰上这个例题 因为它没有建设期 所以就除了整个期限了 然后分母的原始投资 那么我们后面再碰到提示 要注意 既要考虑长期资产投资 也要考虑 流动资金投资的 那么我们来看 对于会计不好务率 它有缺点 首先呢 它我们在前面讲了 回收期有一个缺点 它只能衡量流动性 不能衡量盈利性 但你看我们刚才在算 会计不好务率的时候 是把各年的所有的利润 加起来除以N 所以它是考虑了 所有各期的这个利润的 对不对 所以它考虑了 整个项目 送命期的全部的利润 所以不是说 只考虑回收期 满以前的问题 那也正是因为 它考虑了全部的利润 所以它是一个衡量 盈利性的 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吧 而且我们利用 会计报表的数据 它就是会计的收益成本观 数据容易获得 所以这优点好理解 对吧 但是我们看 它有什么不足 那么它的缺点呢 就是 你像我们 这个计算 这个现金流的时候 和我们前面第二章 管理用的样表里面 计算 营业现金 毛流量 那个 营业毛流量的 公式上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像我们 A项目 A项目的 营业现金 毛流量呢 就是把这个 进收益1800 再加上一个折旧 对吧 因为我们在算 利润的时候 把非复现 折旧给减了 那我们在以前讲 你不能双重减 因为你初始投资 我买固定资产 我花了这个 2万 你将来提折旧 每年还要提折旧 再提2万 每年提1万 那么你 等于是初始作为流出了 将来再作为流出 不就双重考虑了吗 所以在算现金流的时候 就要把你 算利润的时候 减那个折旧 给我加回来 就别减折旧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算 现金流的时候 我们就是营业流量 是拿净收益 加上折旧 这样来算 但是我们对于 就是 快暴力 他不考虑这个 折旧的问题 他就用净利润 对吧 就是使用账年利润 不考虑流量 所以忽视了折旧 对现金流量影响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刚才谈 因为我们的现金流 怎么算 我们的营业现金 毛流量 是用净利润 加折旧 但是你现在呢 就只考虑了这个 净利润这一块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净利润 他实际上 他把折旧给扣了 对吧 实际上我们说 不应该扣 应该给加回来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缺点 另外呢 就是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就是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因为他就把不同时间利润 直接相加图盈 所以这优缺点 有的时候客观听人 会考察到我们 所以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去年这个多选题 假公司要投资一条生产线 该项目投资期限是五年 资本成本12% 净限值200万 那大家可以看 他这个净限值是大于零的 对吧 然后问一下 你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说项目的限值指数大于一 净限值大于零 限值指数一定会大于一 所以这也没有问题 说项目的快据不好率 会大于12% 这块呢 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判断一个方案 是不是可行 如果考虑时间价值的话 我们用的是内含不好率 对不对 所以今天大于零 那我的内含不好率 就会大于12% 那么会计报酬率啊 它是一个不考虑时间价值的 一个指标 如果你要是说考虑时间价值的 内含不好率能够超过12% 那我们不考虑时间价值这个 报酬率 它实际上 就一定会超过这个法律上 我们其实去年考试 有很多同学就是 觉得这个是不是不一定 其实就是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 考虑时间价值的话 比如说同样这个投资 是吧 比如说投资多少 未来再来回报 你要考虑现在 就要把这些流量去给它折现 去求折现率 由于折现了 它通常就会使我的 那个内含不好率会低一些 是不是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 不考虑时间价值呢 就是不给它去折现 去考虑它的收益什么的 那它会超过这个12% 是吧 所以这个B选项 我们也是要给它选择的 是吧 它原因就在于 它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要比考虑时间价值 报酬率会更高一些 然后C做项目的 折现回收期大于5年 这个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回收期 如果超过5年 那就不可行了 是吧 所以这个C防显不对 但是A B D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选 比如说 你下列关于评价投资项目 快递报酬率法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说是计算快递报酬率的时候 使用的是年平均净收益 这个应该是对的 B它不考虑折现率的影响 那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限定流量 它是等于 净收益加上这个折旧 而我们在算快递报酬率的时候 它就没有去加折旧 最终的净收益 对吧 所以也是对的 所以说它不考虑净收益的时间分布 对项目价值影响 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是不是 第一次说它不能够测度 项目的风险性 因为它只是考虑收益 没有衡量风险 所以这样的话 A B C D 都是正确的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结合一个例子 把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对于独立项目的评价指标 这一块我们再来复习广播一下 你像我们这要提告诉我们 说起要做一项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额是2000万 分两年投入 然后呢 这个项目的现金流量表 我们就给你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现金流呢 它等于说它是分两年投入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建设期是第一年 因为我们的零表是10点 是现在第一年末 就一是表第一年末 说明第一年是在建设 我们还在投资呢 要分两年投 所以零10点先投了1000万 第一年末又投了1000万 对吧 然后呢 从第二年开始啊 我们就有相应的开始经营了 但经营的话呢 第二年它 相应就是我们的那个 生产基因期的第一期 基因期第一期末 它还是亏损的 但是我们要加上择救以后呢 它现在流量就为正了 所以我们是这样 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流量 那现在大家可以跟我先看 要求第一问 让你计算上表中 用英文字母表示着项目的数值 我们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哈 大家看A 它让你求累计流量 这累计流量的话 这个简单 因为我们前一期是负的1900 然后这块呢是1000 然后我们加起来 那这个A就一定是负的900 对吧 是负的900 而这个第四年呢 它是不告我这个进去的流量 但是我们有累计的 那我们就想负的900加上B 可以等于980 那你想B等于几 B必须得等于一个正 而且得超过负900 所以1800呗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B我也可以得到 是吧 它就给了两个代码 那我就可以把它得到了 所以这个简单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它这些指标 第一个让我求这个静态回收期 是吧 或者我们说考试让你求回收期 就是静态回收期的哈 那么回收期的这个确定 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的累计的现金流量 第三年末为负 第四年末为正 所以我们这个回收期呢 一看就是三点几年 那既然是三点几年 那就应该是入三 加上一个第三年末尚未回收 这个负的900%还没有收回来 是吧 900 然后一定要除的是什么呢 下一年的净流量 除以第四年末的1800 这样我可以得到 就是3.25年了 对吧 所以这个回收期我回算了 我们再来看会计报告率 快报告率呢 我们强调要把 各年的净收益 要加总起来 但是要除以N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合计 已经有了 会计收益的合计是2900 然后关键是除以几年 因为我们建设期一年 它那时候还没有运营呢 所以你记得要除以5 除的是经营期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从 这个相当于是从我们 第二年年初 或者第一年年末开始运营 二三四五 就是总共是5期 所以我们在计算 这个会计报告率的时候 那我应该是把这个 2900的这个利润 要除以5 得到年平均的净收益 分母除以原始投资 那他就要提高 我说分两年投 每次投的是 1000的就除以2000就可以 所以这个也好算了 那我们再来看动态回收期 那么动态回收期的关键呢 就是你要算出一个什么呀 因为他这里面 已经有了折现流量了 那我就要算一个 累计的折现流量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假如我把送上这个 我给他弄一个 累计折现流量 维加一下 只加一行 维加一下 我发现第三期末是负的 第四期为正的 所以我的折现回收期 就三点几年 三加上一个第三期末 上面回收额 1014.8 然后一定要注意 除的时候不能去除410吧 除以下一年的净流量 所以下一年的净 折现的净 净现流量 要考虑时间价 所以除以下一年 折现的净现流量 1425.78 是这样 对吧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回收期呢 就能够 折现的回收期就可以得到了 对吧 就是谈有关这个 动态回收期 我会算了 我们再看净现值 净现值呢 我们就是要考虑 折现的净现金流量限制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都不用算 我们这个最后有一个合计 这个合计不就是你的各年的净现金流量限制合计 所以净现值就是1863.28 所以理解了含义以后就好办了 就是 他们于是把各年流量折现加起来 就是净现值 所以净现值我们也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限值指数 限值指数呢 要注意应该是把这个投产后的现金流入的限值 也就是说 这些给它加总起来 然后除以现金流出的限制 那么现在流出的包括1000 还有943.4 所以我们的限值指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把你未来的现金流入的限制 然后除以一个原始投资的限制 这样得到我的限制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内含报号率 这内含报号率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净现值为零的 是吧 你像它这个流量各年都不等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们总是逐步测试结合内差 对吧 那这个呢 大家放心考试后不会这么考 这内含报号率这么复杂 但是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把刚才学的 我们来这个巩固一下 是吧 比如说 我们按利率28% 去把这个各年的流量 折现算了一下 我得到我的金线值是负的54.56 然后呢 我们就往低测 按26%又算了一下 那么金线值是48.23是正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办了 我们可以利用内差法 任意两个利率差值的比 等于对应的金线值差值的比 然后解放城就可以 是吧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IR功能 那是最好的 是吧 他就可以帮我们算出来这个 内含报号率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所有的对于 这个独立项目评价的 这些指标怎么来计算 一般我们在主观题的考核的时候 很少让我们算内含报号率 因为如果要算的话 一般他可以考我们 比如说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或者说我们债券那个 资本成本用到期收益率法来做 就可以考你对这个方法的领解 而且那个测试范围 就是在我们票面利率的上下来测 你像项目投资这个测 那范围也太大了 对吧 那么除非我们手里有 金融计算器会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他一般在这一块 我觉得其实内含报号率 主要是从客观题方面注意一下 考试的时候主观题 比较喜欢考我们 包括禁限值 包括限制指数 回收期 甚至快报号率都考过我们 好 谢谢大家 快完 再帮 CJ 北上 可以 靠